好,这个函数啊,它是自然指数函数,小一的X次方 那一样,我们第一个动作就先把它微分 那微积分里面就这个函数,它微分积分都是保持原来这个样子 所以它微分以后还是小一的X次方 而且呢,不管X是多少,小一的X次方 它永远大于零 所以,第二个阶段不需要再run了 为什么?因为原本要因时分解,然后以断一断下去讨论它上升下降 那这个函数比较特殊 因为你微分以后还是它自己 那它本身就是大于零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答案了 就是F呢 它是在整个这个十数轴上面 你可以这样子写 -5线到-5线大 在这个区间上面,它完全是上升的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表达,你也可以表达成这样子 就是这个函数呢,它是永远地震的 在什么地方呢?在整个这个十数轴上面,都是地震的 那这个函数图形,我们把它画一下 这个,因为它永远达于零 所以,它的函数图形长得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左边越来越接近这个Y轴 但是越过去呢,它就越上去 然后,它不会掉下来 因为它的导臺数永远大于零 那这个就是Y等于小一,T十次方 它的一个函数图形 那这个函数图形是永远上升 永远都是上升的 那中间这边有跟S等于零交叉 那它的这个值,你S如果带零下去的话 小一的零次方是正一 正一 那这个大概就是它概略的图形